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第五十六集的《尤达Bestback》 这一集应该是在我出发去法国之前的最后一集 明天香港跑夜马的时间,我应该会在法国旅途之上 当然,《尤达Bestback》也会继续的,我会在法国做 大家要留意,在《尤达Bestback》那两天 我应该会继续直播 再继续直播,一如以往在《叶深》、《王家亚士谷》、《杜拜》 都会尝试和大家做赛前直播 因为法国陆上的海船门周门是跑两天马 分别是周六到周日 我会尽量在周六的时间摸熟地方 或者可能周六都会和大家做直播 但我现在就在看究竟会不会用Youtube做第一次的直播 但也要熟悉技术上的东西 所以可能在未来这几天 或者大家都可能会看到我会做一些测试 在Youtube做一些直播测试 希望大家就不要介意 如果影响到大家收睇 我就看看究竟行不行 如果测试了发觉是没有问题的话 我也希望在《龙上》那两个直播 就会用Youtube进行 到时大家留意了 刚剑 我现在还没订阅我频道的朋友 希望大家 prestigious我们订阅我频道 包括有直播在內,你們因為有按了小鈴鐺都會知道 今集都應該要做多些,因為海船門都即將來臨 其實同一星期日,日本方面都會拍短圖馬錦標,所以未來這段時間我可能會更忙,或者會再出更多影片 希望可以遮蓋這兩場馬,因為日本方面的短圖馬錦標 也是日本秋季一級賽的戰目就正式開始了 跑完一場短圖錦標之後,接著到了三冠的尾關 兩場秋華獎、菊花獎,一直都打下去 接著到天王秋、天王翔秋、Mile Championship、一里冠軍賽、日本杯 兩碎賽事、有馬紀念,跟著就打到來,一直都會越來越緊湊 至於龍相方面,因為我也是第一次去法國 禮拜六日的鋪牌是怎樣,我都要一去到,立即都要了解情況 盡量可以更新大家 但今次的海船門可能會是近年出馬較多的一次 但我就留下稍後時間再跟大家交代 或者大家可以留意我們電馬碌碌法和馬場USB的Facebook專頁 其實我和G師兄都會在那邊多些文字去交代 說回今集第一要說的是什麼呢? 大家如果還記得原樂器Stradivarius 跑完股活杯,原定計劃的股活杯 跑了第二,輸了給Keypios之後 當時馬主甚至乎接受ITV的訪問 很多人都說會不會再跑下去 其實初時馬主都說馬跑完股活杯 雖然他就贏不了 但是怎麼說呢?這隻馬還是很想再繼續競賽 所以就說這隻馬明年就會再跑 其實本來之後這隻馬就部署跑唐家士打杯和Longdale's Club 即是跑回當年他拿的長途系列的路徑 但是因為跑完股活杯之後 馬的腳就有些事,有些種 所以一直都沒有出賽 過了那兩個賽日 過了Longdale's Club和Doncaster Club 兩個都沒有跑 一直以為他提早休息,明年再來 誰知道這隻馬就終於退役了 在較早時間馬主出了聲明 說這隻馬就決定退役了 因為那隻馬的腳腫情況還未見有改善 到明年都已經是九歲了 會不會更可能可以再在這麼高水準的賽事裡角逐呢? 所以就決定退役了 變成就認了原本的計劃 因為本來的計劃就是這批原樂器 跑完股活杯就正式退役 大家還記得跑股活杯當日 整個股活馬場的佈置 還有現場都有很多針對 原樂器告別的事情進行 比如說入場就會派一支旗子 然後寫著Thank you Stradivarius 然後在股活馬場附近 如果大家還記得有看到 有辦法看到ITV直播 也看到有一個鏡頭 拍了一個很大的迫畫 或者拍著原樂器退役 就是說退役了 那當時跑完之後 那個場面都很盛大 想著真的退役 但是後來傳媒 甚至乎ITV訪問我馬主 然後再迫馬主 情況跟之前的霸衣一樣 那些輿論的圈驗之下 說到馬主又很興奮 明年再跑 但是最後都真的不跑 我覺得都是一件好事 勉強沒有幸福 對 還有就是 原樂器 看回他 其實賽職都非常厲害 累積獎金 540多萬英鎊 包括有200萬 就是贏了我剛才說的長途 系列 即是約克棍盃 亞視谷金盃 古活盃 以及Longdale's Club 這四個杯 四場賽事 的頭馬 拿過100萬磅的獎金 連續贏了兩次 本身就贏了七場一級賽 包括四屆股活盃 三屆阿視谷金盃 累積了二十場頭馬 有七場一級賽 其實都在2018、19、2020年 是連續禪連三屆冠軍長途馬的名牌 所以這匹馬來講 就真的很厲害 跟大圖李也有一個很深厚的感情默契 大圖李也都近年跟高士登合作 以這一匹原樂器 和當然是enable 這兩匹馬的關係默契 是非常非常非常之深厚的 在宣布退役之後 分別是高士登和大圖李也有 在社交媒體也有出帖 向這一匹長途氣袋致敬 尤其是大圖李 雖然他最後一場賽事的鼓勃杯 換了艾嘯麗 大家都知道還記得 因為這匹馬在阿視谷金盃的表現 也有被受評擊 更加一度令高士登和他的合作關係出現危機 最後也遇過天青 但到最後那場賽事的鼓勃杯 大圖李也有在沙圈跟這匹馬打氣 足以看到他對這匹馬的重視程度非常之重要 這匹馬推役也是做總馬 一般這些馬當然在歐洲比較好些 因為歐洲或英國都是以中里半或長途為主 都預計這匹馬首貴作為總馬 都可以吸引到不少好的癡馬 跟他作配種 因為我本身的馬主也是一個辱馬者 所以起碼一件事 鼓勃杯之後退役 這次就真的退役了 對於我來說 看到這間消息 我都覺得是一件好事 起碼不用被匹馬再這麼辛苦 雖然不能夠贏鼓勃杯退役 但起碼都留下一個好些的記錄 如果不然到時再跑 明年再復出 但又跑不回 這馬主大家都知道 都是一個要求很高的馬主 勉強沒有幸福都未必是好事 好 講完完樂器 接著另一件事 其實這件事應該早幾天 我們大把老友都已經鋪天蓋地 是這麼說的 是什麼呢 事源在上個星期 在不少的馬主相訪 流傳了一段WhatsApp 零光莫都看到這段WhatsApp 就是說 因為莫雷拉要傷患 現在又要做手術 田泰安本來說可以出 後來又說出不了 好 接著就出了一段這樣的消息 就說兩個原來就 根據這段事情 不是我講的 就說給廉政公廉 去請喝咖啡 又說拉馬又成 我看完之後 真的覺得是非常搞笑 錄這段影片的時間 莫雷拉亦都透過馬會 我其實都不太明白 為什麼要透過馬會 香港賽馬會 我不如這樣說 所以聲明說他現在的情況 很多某程度上 就是為這段WhatsApp去闢謠 但是我又很奇怪 這件事發酵了這麼多天 因為田泰安本來星期三說 但現在星期三跑不了 根據莫雷拉現在的聲明 就是經馬會發的聲明 就是說接受了手術之後 大概要休息三個月 那就復出 然後再說 這段時間 影家拍也都在傳媒公開 就說可能因為這段時間 騎士的短缺 可能要再在外面 密釋一個騎士回來 就頂蕩 因為大家都知道蘇紹輝在停賽 接下來還有騎士停賽 接下來還有騎士停賽 巴道、霍宏星 其實根本上 香港的騎士 根本就是不夠的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好像之前我老友 小米和哥頓 在索馬里都有說 問題是 這些大頭騎士 那就是騎士停賽 但是華將有沒有受惠 又不是說很受惠 不是說很受惠 他們起碼坐騎 都沒有說因為這樣而明顯增加 但是 從這個Whatsapp 其實都不止這個Whatsapp 其實從今季 從過去都已經看到很多事情 大家都知道這個馬季 其實香港馬會都經歷了一個很大的轉變 除了是主席換屆 那主席換屆 亦都有些風波 因為有些候選的 大家爭吵主席的時候 亦都有些花生 承認 又有些針對性 很針對性 這是第一件事 但除了主席換屆之外 大家都知道 較早時間 李达然已经宣布了离任,之前的张之杰也离任了 再加上首席受薪董事麒麟和Kim Kelly也会做到今年1月到12月就会结束 由一个新的受薪董事接任 除此之外,捉马会很多部门不用我了解 比如说听小米说,甚至乎听马场大师的老友 马场大师Raymond和Gary都说到 马会内部就算上中管理层也有很大的执位 也有很多空缺,因为很多人都离职 那里面的行政就相当混乱 至少一样东西,现在我不怕说了 只是英女王哀悼这件事 香港马会是作为英王遇进香港赛马会的延续下来的 前身是英王遇进香港赛马会 那你对女王的崩誉也一点表示都没有 没有表示,没有发新闻稿 也不要说有什么仪式 当然有些人会说,现在都很难 因为现在香港都不再是英国 但是你又这么说,在世界各地很多赛马的地方 我也拍了一集一个特辑讲英女王 就是怀念英女王在赛马方面的角度去说 都知道香港现在很多的赛马会 虽然有些都已经像以前那些沙酸杯 那些有些皇室背景的赛马都慢慢没有了 那就剩下了女王杯 女王银欺纪念杯和皇太后杯 那些三尺杯 都还是用回英女王时期的赛事 在位的时候的赛事来命运 那你作为香港 你还要自己说到自己是多么飞升国际 又多么奥市同困 那你作为一个这样的机构 你竟然是没有表示 所以我看到这些绝对是一些公关灾难 甚至乎你说的日本 日本也不是什么殖民地 也不是什么东西 跟英女王和英国赛马的联系 都是那场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杯 伊丽莎白女王杯 另外还有叶芯 大家都有交换赛事 日本都有做下半期 日本都有中央竞卖会的理事长候藤政 也有发声明去悼念英女王 那你香港马会都没有种 这个已经是很大的 这个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也错得很紧要 那你现在再加上这些 这个这样的WhatsApp 出了来 那其实你因为 就是我刚才说的行政混乱 你马会都没有及时出来去拆弹 有得他在那里发敲 多多揣测 正确认了有些外奸说的 就是高层不知道 那些部门主管又没有人做 那中层那些既然不知道 他们就当不知道 多做多错 少做少做 不做不错 这就越来越夸张 再加上 这个 来到10月1日 那只龙马 那只龙马 指鹿为马 我就不说他那天派的背包 这个背包 我又觉得 又未至于说书包 看你怎样看 你送一个这样的袋子 你都可以包装的 就是包装的 开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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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包 或者怎样都可以 那看你怎样包装 就是因为你的行政太混乱 你高层就一直说不知道 不知道 但其实最有资格 最有资格 就是应家柏 应家柏也不出来拆弹 也没有人叫他拆弹 这些事情就发烤到这样 所以正如我的标题就是 这件事件足以看到 这个香港赛马会 其实都是金肉奇外 但是很多事情就要抱住 又要死罢难罢 又要扮第一 扮官方 但是做的事情 完全都 切合不到他官方 真正官方的身份 就像我们这些 你以为我们很想去说 或者去说你们 如果你做得 各样都是好的 那就 那就 就不会有人说 就算你说 好像莫雷拉那天 跑完之后 你懂事 你懂事才去跟他说 之后才发生 他之后就说 要休养停赛 你当日看到他这样不妥 就已经要即时要问他 你都没有处理 有得他继续在那里输 输了 输了 那些大热门 之后 你才叫做 这些其实叫做保获 就不是他做得好 你做得好的 应该是有前瞻性的 你应该是你去带着人走 就不是你牵着人走 你还要让我们这样去说 你才去做 那就是叫做后知后觉 那就是绝对不是一个 有效率的机构应该所作的所谓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一点看到这个马会 起码对我而言 我对这个马会 只可以给你四个大治理 就是无话可说 那说回明晚的赛事 正如标题所说 我明天的心水就是第三场 那这场四班1650米 那现在暂时的大热门 就是刚刚今季 已经赢了马的 十一号的厉害 那这次就是轻绑在四班跑 那还要排过一档 那但是呢 可能因为马房关系 那马房关系 就还有五十多元 那上一场呢 就是他赢马的时候 都是在四班的 那但是这次他又可以 就是那个 在四班跑 因为上次加分 不是太多了 那他就是 那个榜都叫做轻的 那当然也是一批 就是我觉得都是机会分子 但是这一场呢 我觉得他如果落到这些赔率 我又觉得不太值 那还要是加理 那加理就 就是 不是一个可以靠得住 那当然你说 这个如果是全盛时期 的加理 那当然另作别人 没有了莫雷拉 没有了田泰安 那他可能都会有些得益的 那但是这一场呢 我就比较喜欢这一批 就是两季以来初出比较特加的马 那就是这批三号的子赛福星 那这批三号的子赛福星呢 那这批三号的子赛福星呢 那其实上一季 那都是都是 都是季初的时候呢 就是这批三号的子赛福星呢 就是跑第二场 十月的时候就赢了马 那这批马 那再之前一季呢 那他都是 就是一开罗第一场 就已经赢了马 那因为这只马 那也是今季 跑了第四季 因为第一季来的时候 那他都是在 后期就跑了两场 那接着就到20年 就由开季跑了一场 那所以他都是 真真正认真是 跑了两季时间 但是两季就有个共通点 就是他季初的表现就特别好的 那上一季 就是五月跑完之后 那其实一路那只马 就拿去重化操 那一路都是 也都比较早头暑 那所以这只马 他复操的时间 都临时是早的 那所以做的功夫都比较完整 但是呢 就不要被那个试集 就是那个重化试集 就真的是 嚇倒了 因为你如果看回他那场 那个试集片 那其实他都是轻输 暴投 没什么刻意考验 那都是跟走回来 那你不能够说他是 真的远离水准 或者不在水准 但是马呢 他就功夫都做得都挺 都挺积极的 埋满 那也是 某程度上也是 这只马 因为他优出特别好 初出特别好 都给了一些 都是给了一些新鲜感 那么回来香港之后 上个月尾回来香港之后 也有粗过 都没什么断过的 何摄瑶过当又做了一课 那只马看到的那些暴投都挺够力 还有马身也都收得都挺好 那所以呢 这只马我觉得 就是看回他过去的表现 季初表现特别好 还有今次就是施难 他排过档 都排得挺好 排过三档 那这个路程也都赢过马 那所以呢 我觉得就 是个磅就重一点 132磅 但是呢 如果你说他有个班底 他本身也有个班底的话 那 紫赛复星在这里 应该是有威胁的 现在隔夜都69.9倍 那都是一匹机会分子 所以呢 今次我的尤达best bet 提供给大家的 深水推介 就是第三场的三号码 紫赛复星 三场三号 紫赛复星 那今集的尤达best bet 就到这里 因为刚才说久了一点 希望大家还没有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就记得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按下小小 记得来近这几天 可能有些直播youtube测试的 大家就不要介意了 如果看到也不知道是什么来的,大家就帮我看看是否效果 接下来就要去到海船门,即是当日 因为未来会有海船门大赛和短途马锦标 所以未来的游达Bestback,我就不会做香港赛事了 可能我在想怎样去做法,拍一条片还是两条片还是怎样 大家留意,肯定我会出片给大家看 但我不会做香港马,香港马就要交给其他手足 在滇马路路法,mathorse68.com和大家交流 但那两天在法国和日本方面的赛事,其他长次的提供 我都会给的,到时都会在滇马路路法那里提供给大家 希望大家到时就继续留意,以及继续支持我游达师兄 今集就够了 希望大家明天就 我们要留意,看下一次的游达Bestback是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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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都会是星期六的了 但留意我什么时候会续直播 希望大家记得收看,到时再见,拜拜